延伸 你的頁面如果你要重複就從這邊有沒有複製 那如果要全新的就按一下 那你範本不一定要派用這裡的 我不同頁面可不可以不同範本 當然是可以囉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想下一個要做這個範本的 那你就可以自己點選一下 看你要哪一個 那針對圖片的部分 針對圖片 其實你可以看到 像我們這個圖 去背當然是一種方式但是如果你不想去背 可不可以有一個類似像這樣的Clock拿來用 可以的 來我們先看 這個後面這個我拿掉 你看我點到圖片 其實呢你在編輯像這裡 它還有很多延伸的功能喔 你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這裡 可以修片 有沒有 這裡有修片的 往下走還有喔有沒有引直的 還有這種外框的 還有這種外框的 甚至還有更多 你往下走 下面這裡都還有喔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這個外框的 我先看陰影的 你看陰影 查看全部 除了很標準的這種 影子 你看我點它一下 它就開始做 有沒有 這就有影子跑出來 那這個有參數可以調整 那如果你不要這個 沒關係我還圓一下 點到它 像這種的 效果也很好 有沒有 它的光影是這樣子的 好 然後 還有 我們再往這邊 你如果需要一些情境 這裡有一些情境可以讓你按 比如說你看 我就需要 馬克杯上面 放我的照片 稍等一下有沒有就放進去了 馬克杯裡面 當然 這個圖片因為它 是比較直式的 所以那個效果比較差 那你可以找找看有沒有你適合的 甚至你要放在螢幕上面有沒有 放在螢幕上面也都可以 比如說我們這樣一個人手拿 這一個 那你的照片就變成手機螢幕上 好來 它幫我裁切到了 好在這邊 它剛剛裁切到了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了吧 對不對 所以 你的呈現方式 其實可以有很多種 不要局限在國指揮去背了 雖然去背也很棒 好但是呢 不見得 有沒有這樣就放進來了 對不對 這樣你的情境是不是就比較多 好 好 這個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再補充一下 其實你的影像 還可以做更多 其實它下面還有 下面還有很多 你可以去選 那 再來呢 我們往下走 再 顯示更多這裡 它本身也 幫我們整合了很多的雲端服務 比如說 你看到 左手邊這兩個 這兩個就是很著名的免費圖鋪 那本來我們要找圖鋪 我相信各位 你就會打開Google啦 對不對 去找 但是現在就不用 你看我點到它 有沒有 左手邊是不是多了一個 你就在直接這裡找一找 找到了之後 比如說我想要是一個 你就按一下 有沒有直接進來 你連 跑到外面去分業的機會 它都幫你 省下來了 其實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以後 我們的Google瀏覽器 也會有這種功能 平常你在找資料有沒有開很多分業 有對不對 現在以後找資料Google也會在這邊 就是多一個 這樣子讓你找 搜尋完了直接 打開就在右手邊 那你就不用在 跨很多個這個分業去找資料 所以呢 為什麼左手邊會比較多分 因為我用的比較多 那你也可以找什麼 表情符號有沒有 我們網路上或各位LINE裡面 有很多表情符號 你也可以來這裡用 點下去 你看 進來了 有沒有發現 放大縮小不失針 對不對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圖 可以拿來用 不見得一定是自己拍的 可是這些插畫 你都可以拿來使用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有一個東西啦 就是這個 叫做 Bitmoji 當然你插入YouTube也可以 你就找到 這個網址 就用就好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的話呢 你必須要在 他的網站 來這裡 EIT MOJI Bitmoji 這個是一個 App 你手機上 你可以安裝 好那我知道有的同學 你可能是iPhone的 對不對 iPhone的 兩個都有 你裝完之後 他就會 讓你怎麼樣 先選一張照片 或者你拍 用手機拍一張照片 自己去把你的裝扮 你的髮型 眉毛眼睛 鼻子 先準備好 準備好之後 他就像 你所看到的一樣 幫你產生 我最近 剛換 換服裝 因為他有衣櫃 他有不同的衣櫃 所以呢 你想要換服裝 你就自己來 你找這個關鍵字 來的東西 你可以找找看 叫做 Bitmoji 你Google搜尋也可以 用手機也可以 用電腦找也OK 但是 前提是你要先 裝在你的手機上 Bitmoji 有沒有找到了 你找到之後你把他安裝起來 那如果你只要在手機上用 其實很單純 就自己 解決就好了 好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選一個服裝 那你要穿什麼衣服 他上面都很多 那你 有了之後呢 待會我們再來看 你在 Bitmoji這邊 怎麼樣去 跟你的 Camera 做結合 畫面就這樣 有沒有很多 他幫你有沒有產生很多 這樣應該夠多吧 好那 這個上面呢 他是可以有 那個叫做 虛擬人物 我看一下 好在這裡 有沒有 你是不是可以自己選髮型 然後下面這邊 這個很像 很多那個App都是這樣子 但是重點就是 你設定完成了之後 來這裡有一個 叫做我的衣服 有看到了嗎 有沒有我以前是這個 藍色的 最近換成 白色的 所以如果我換成藍色 我按一下 他就我的圖就會 馬上做更新 那我們在 Canva上面 因為跟他做整合 所以他也會把我的圖 做更新 重點是你有一頭拉股很多 這個 給大家參考一下 你的App這邊裝完了之後 那你點到這個 就從更多點到他之後 他會要求你按使用 會要求你 請你去 註冊一個網站 叫做 Snapchat 那這個的話呢 是他的母公司 其實Snapchat 很像我們平常大家在用的Line 那他在國外比較流行 在台灣比較少 但是沒關係 你就是用 你跟 手機上 Google帳號 一樣的 那你就 同樣去註冊一個 註冊好了之後你這邊 他就會幫你 把你原本 Bmoji裡面的那些圖庫 就自動載入到這邊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呢 這個是你在 雲端上用的時候 他會多一個動作 多一個動作 但是如果你在手機上 不需要註冊Snapchat的 那個帳號 這樣了解 好不好 給你試看看 想要有 個人專屬 圖庫的 你就自己做一下